以個人的野心、政治、經濟的野心 所發展的貨幣都會煙消雲散 只有讓更多的參與者、投資者有更多的財富 有更多的未來的貨幣系統 才會永生不老被人民擁護 那就必須未來要和黃金掛鉤 要和國家法幣掛鉤 要絕對尊重人民的財富隱私 絕對安全 特別是要以窮人為主 絕對的低成本的交易 而且快速、安全、不是受威脅 不要把貨幣變成金融、政治、所謂的法律控制者的工具 這樣的貨幣才會活下去 否則一定完蛋 洗幣的設計就是照著這麼來的 多少人懂啊 幾個人懂洗幣啊 幾個人懂洗幣啊 到今天他們發現 一年來 洗幣創造了世界上最神話 數字貨幣跌了這麼多的時候 只有真正的一個穩定比就叫HDO 下一個就叫 現在已經開始了 在一年之際 洗歐元 還有升級版的HP